SBL明星赛明天登场 这次明星白队有三名洋将 组成了三洋开台联盟 加上球季后要高挂球鞋的队长何守正 他很珍惜这是最后一次的明星赛 教练也说希望他能够拿下MVP SBL元老级球员何守正 今年被球迷票选为明星白队人气王 同时他也肩负起白队队长一职 球季结束后就要高挂球鞋的何老师 很珍惜最后一次在明星赛亮相的机会 保证上了球场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回馈球迷 我觉得我可以有荣幸 可以跟这老中青三代的 所有的明星球员一起同堂比赛 我觉得我已经很开心了 对我自己而言也很荣幸真的 所以也是会格外珍惜 何守正一直以来都是SBL人气球星 甚至还曾经在SBL六年 拿下明星赛最有价值球员 今年教练团和队友都希望帮何老师 以笔之力 让他再一次拿下明星赛MVP 他是当队长最后一年了 然后我跟守正都非常熟 从台北然后到富邦 会给他多一点发挥的空间 所以期待他有可能是 今年明星白队的MVP SBL资深球星准备讽光谢幕 也有新生在球星政要强势崛起 今年SBL新人王热门候选人周一翔 不但是首次在明星赛登场 同时也会参加三分球大赛 不过他很谦虚 说自己是带着缴学费的心态来比赛 SBL明星赛周六就要点燃战火 明星白队跨世代球星全员到齐 再加上三位洋将 组成三洋开泰联盟 目标不但要击败明星红队 还要大秀精彩球技 带给球迷最热血有趣的明星赛饗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报道